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新闻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与飞 今天的第一则新闻 我们来看看美国共和党内部的激烈角逐 前总统特朗普和前议长麦卡锡联手 瞄准了自由核心小组主席鲍勃·古德 这场初选不仅关乎弗吉尼亚州第五区的席位 更是全国瞩目的焦点 古德警告说 这是关于华盛顿建制派的沼泽 试图买下你的席位的战斗 让我们拭目以待这场政治大戏的发展 接下来我们转向国际新闻 美国房屋工业正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但《南华早报》报道指出 完全切断中国供应链 将对全球武器制造业产生混乱后果 中国是稀土金属和高科技设备的主要生产国 这些材料对于先进武器的生产至关重要 美国的这一举措可能会导致重要材料短缺 对全球军事供应链造成严重影响 最后我们来看看加拿大的新闻 卑诗省省省长大卫埃比 呼吁总理贾斯汀特鲁多 提供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相关信息 以帮助应对该省的外国干涉指控 埃比表示 卑诗省缺乏必要的信息来应对这些指控 并呼吁迅速实施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法的修正案 以保护省内居民和民主机构免受外国干涉的威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在弗吉尼亚州的古齐兰郡 众议员鲍勃·古德在周二的初选中 面对的不仅仅是下一位代表弗吉尼亚州第五选区的国会议员的竞选 这次选举被古德称为全国都在关注的一场战斗 他警告支持者 这不仅仅是关于谁能赢得席位 而是关于华盛顿特区的建制派沼泽试图购买选票 古德是强硬右派的众议院自由核心小组的主席 他表示 自己是前议长凯文·麦卡锡的头号目标 因为麦卡锡正试图打击去年年底 将他赶下台的小团体共和党人 除了麦卡锡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也站在古德的对立面 支持古德的对手州参议员约翰·麦规尔 麦规尔是一名前海报突击队员和停止窃选集会的参与者 特朗普的支持课 能会影响那些对古德持怀疑态度的选民 古德在面对传统初选时 显得有些紧张 他不断强调自己对特朗普的支持 希望能在选举中获胜 南华早报 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 美国国防工业面临着与中国脱钩的巨大挑战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从基础设备的原材料高科技设备都依赖中国的生产 如果美国试图将所有中国制造的零部件 从现有武器和国际军火工业供应链中移除 将导致全球军火制造商陷入混乱 精确至导导弹制造商将难以找到足够的传感器 夜视镜的红外镜头可能短缺 防弹纤维的缺乏将影响防弹衣的供应 许多西方提供给乌克兰的设备将停止工作 洛克希德·马丁的F35战斗机生产线将停止 中国主导的稀土加工产业和高性能磁铁的供应链 使得美国很难找替代来源 尽管美国试图通过国内制造和与盟友合作 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但中国在电池、基础原材料和半导体芯片方面的主导地位 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 多伦多新报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大卫伊比敦促加拿大总理扎斯汀特鲁多 提供有关外国干涉的信息 以保护该省免受干扰 伊比在给特鲁多的信中表示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迫切需要来自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信息 以应对可能在省级层面发生的外国干涉 伊比呼吁特鲁多迅速实施上个月提交议会的CSIS法修正案 这些修正案旨在允许CSIS向联邦政府以外的机构披露更多信息 伊比指出有可信的理由怀疑中国伊朗、乌克兰、印度和俄罗斯 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居民有关的国家及干涉 此外,省政府对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和最近针对省政府电子邮件的网络安全事件表示严重关切 并怀疑这些事件背后可能有国家及行为者的介入 伊比希望在CSIS法案通过之前 联邦政府能提供帮助保护省民和其民主机构免受外国干涉的信息 CNN在意大利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被问及中国是否向俄罗斯出售武器时 美国总统拜登抓住机会发表了一个重要声明 他表示中国虽然没有直接提供武器 但却在帮助俄罗斯生产这些武器并提供相关技术 这一言论标志着美国对北京态度的进一步强硬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访报 美期间也表示中国在表面上试图保持中立 但实际上却在助长欧洲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同时普京即将访问朝鲜 这引发了美国的高度警惕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威尔海恩斯在3月告诉国会 俄罗斯为了补充军备 已经向朝鲜做出了一些长期以来的让步 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补充说 朝鲜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炮弹和导弹 这对战场产生了显著影响 但目前尚不清楚朝鲜将从俄罗斯获得何种回报 The Independent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 驳斥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关于美国希望中国入侵台湾的说法 米勒表示 这种说法完全不准确 美国已经明确表示 其一中政策没有改变 也不会改变 习近平在2023年与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时 声称美国试图诱使中国入侵台湾 但他不会上当 米勒强调 美国继续敦促台海两岸保持稳定 拜登政府今年通过了一项安全援助计划 为台湾提供了20亿美元的直接支持 拜登在2022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 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前所未有的攻击 美国将派遣部队进行防御 中国外交部当时对拜登的言论进行了谴责 认为这严重违反了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重要城 NO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古代中国文物能否在中美关系中架起桥梁 这取决于我们如何讲述故事 如果仅仅是展示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精华 即使是首次对外展示 其效果也非常有限 旧金山的凤凰王国 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后辉煌 展览展示了150多件周朝文物 组织者希望通过这些文物建立信任和对话 然而除了一小部分对考古 感兴趣的人或专业人士外 大多数美国人对此并不关心 华盛顿的安阳中国古代王城展览 吸引了约1000名学生和教师 尽管这个数字在庞大的学生群体中显得微不足道 要想让古代中国文物真正发挥作用 应该强调美国在帮助中国恢复文化身份方面的贡献 例如归还被盗文物 通过展示中美共同奴 力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故事 可以让这些文物更具意义 从而改善中美关系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欧洲杯2024的首歌比赛业充满了戏剧性 法国明星球员姆巴佩 在对阵奥地利的比赛中受伤 法国对最终凭借对方的乌龙球以10获胜 姆巴佩在比赛中与奥地利球员凯文丹索头部相撞 导致面部受伤 尽管他试图继续比赛 但最终不得被换下场 与此同时 斯洛伐克以1级0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三的比利时 创造了欧洲杯历史上最大的冷门之一 罗马尼亚也在24年后首次在欧洲杯中获胜 他们以3级0击败了乌克兰 球员们在赛后与身穿黄色球衣的球迷们一起庆祝 乌克兰足协在慕尼黑展示了一个 由被战争摧毁的体育场看残骸制成的装置 以提醒人们俄罗斯入侵的持续 最后一名德国YouTuber或欧洲杯开幕式 并在场上跳舞 揭示了赛事安保的漏洞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一名印度男子在纽约涉嫌参与暗杀西克教分裂主义者的威随阴谋 被指控谋杀阴谋罪名不成立 尼基尔·古普塔在曼哈顿联邦法院出庭时 否认了与印度政府官员合谋杀害美国居民帕努的指控 帕努是北印度西克教独立国家的倡导者 古普塔去年在捷克被捕 并于上周被引渡到美伊国 此案加剧了印度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 尤其是加拿大和美国 加拿大情报机构正在调查印度政府 与西克教分裂主义者尼贾尔谋杀案的关联 美国当局也指控印度官员策划谋杀帕努 印度政府否认参与这些阴谋 并表示将正式调查华盛顿提出的安全担忧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苏格兰南部与第一位登月者尼尔·阿姆斯特朗的联系 吸引了众多月球专家来到邓弗里斯和加洛伟 阿姆斯特朗追溯到其祖籍地朗霍姆 并于1972年访问该阵时被授予自由市民称号 如今欧洲月球研讨会首次在苏格兰举行 会议主席马赫神·阿南德教授表示 在得知这一地区与月球探所的历史联系后 他决定将研讨会带到这里 阿姆斯特朗在1969年登月后成为全球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并自豪地认同其苏格兰血统 研讨会期间举办了一系列活动 包括学校访问、讲座和在克里顿纪念教堂的临时博物馆 阿南德教授表示,尽管月球是夜空中最显眼的天体 人类对其观察和探索已有数千年 但仍有许多未知之处等待解释 环球邮报报道 保守党领袖皮埃尔·波利耶夫在面对外国干预和国会议员涉嫌合谋的监督报告时 选择不阅读机密版本有其政党利益考量 保守党的民调支持率高涨 而自由党的支持率则降至2015年以来的最低点 波利耶夫坚持要求总理加斯汀·特鲁多公布涉事人员名单 而自己则避免了解具体细节 从而无需对自己党内的外国干预问题采取行动 波利耶夫的被动态度和明显的好奇心缺乏 与其他党派领袖形成鲜明对比 他们都以寻求必要的许可来了解面临的威胁 保守党议员迈克尔中为波利耶夫辩护 认为阅读报告会使他束手束脚 因为他需要对机密信息保密 而在党内投票罢免议员时需要公开信息 尽管波利耶夫可以利用议会特权向党内提供必要信息 但这将冒政治风险并削弱其对政府的问责主张 绿党领袖伊丽莎白梅和新民主党领袖贾格米特辛格 对报告内容的解读也截然不同 前者非常宽慰 后者则更加担忧 在这样的背景下 波利耶夫有机会通过阅读报告 并提供清晰解释 向公众展示 他不仅仅是一个攻击者 而是一个成熟的反对党领袖 然而考虑到他的民调位置 他为何要冒这个险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lute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Great Dragon Great Dragon Great Tension streets Steaming change with modern beats Cities rise and towers peak New dog breaking Bold and sleek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Congres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and trade It's all to play Future shines brighter every day Great Dragon Wall change The cars marching Strong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ve Fast pace d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 strength in bold review Short dishe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nd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Progres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and trade It's all to play Future shines brighter every day Great Dragon Roars change the course Marching strong with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ve Fast pace d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minds explore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 in bold review Before movement After action Fortunes build and Trades 波 T Anger Valor cheese T ge How Trades You quantidade T llama